佛菩萨帮助你说 第一个法门就是净土法门 为什么呢 这个法门能教你一生解决问题 彻底解决问题 那如果 你烦恼习气很重 连这个法门也不能受止 但是这个法门在阿赖耶诗给你中了种子 你将来的成就肯定是这个法门 那从前李老师说的 你这一生不能往生 那在流道里头长截轮回 最后还是这个法门 帮助你成就 那么这就说到善根了 真正 善根是多生多吉 修学这个法门 累积的成绩 这就是善根 善根指的是什么 能信 能解 你听得懂 你真相信 有善根还得有福德 福德里面第一个 公金 这个主要知道啊 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公金 不吃亏 公金是修复 没有公金心的人 复伯 复伯 苦难就多 所以应光大师讲得好啊 他老人家 你看到文章里头 提的到的很多 叫人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二分沉浸 也得二分利益 十分沉浸 你就得十分利益 你得利益多少 与老师不相关 与你所学习的法门 也不相关 与你的沉浸 先成真比例 为什么 没有沉浸 就显得 心浮气躁 你不能吸收 沉浸心 就是你吸收的能力 老师看学生 哪个学生 跟他学的 有成就 哪些学生 没有成就 他看什么 就是看成绩 所以沉浸 不是对老师的 沉浸 真的是对自己的 自己 我学习这门 是不是叫敬意 是敬意的心 我敬重这门功课 也敬重这门功课的老师 教育的老师 也会敬重 学习这门功课的同学 如果没有敬意的精神 就学这个东西 不是真正想学 不是真正想成就 或者也想真有成就 但是懈怠 用心不赚